好 我們先請老師呢 您到OneNote這個網址之後呢 您剛剛有講過可以用標準會員 如果你覺得這樣太麻煩沒關係 我們就先用訪客 你按一下這個訪客之後呢 會取得發揮數代碼 那這發揮數代碼你把它記下來 下次就一樣的代碼打進去就好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這邊就會取得這個代碼 那代碼好了之後呢 你按我了解就會進來了 就會進到我們這個OneNote的翻轉學習平台裡面 那您進來之後呢 我們預設是在這邊 就發現裡面的課程 那你現在其實看到所謂的 發現這個選單裡面的 這些都公開的課程 都公開的課程 所以其實老師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就是線上學習平台 因為有很多公開的課程在上面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是用放在這個群組裡面 群組比較像班級的概念 所以可以做比較多的互動 所以呢 您到八線這邊按一下 點到群組 我們的就在第一名這裡 就在這邊 所以您從這邊點進去就可以了 從這邊點一下 那點進來之後呢 在右上角這裡有一個加入 這裡有一個加入齁 您就按一下加入 就可以進到我們的課程裡面來 那各位老師手上拿到的這個新制度啦 講義啦 其實那些資料 我通常都已經放在這邊 都已經放在這邊齁 所以您也可以從這邊進來 也可以從這邊進來 那我們今天呢 編輯裡面還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就是 即時的互動擺檔 因為我想老師其實平常在上課的話 你現在應該 叫同學講話都不太容易了 對不對 要叫他上台 再寫東西好像就有點困難 那您可以用這一個齁 就是 這個是Google的繪圖 但是呢 它可以多個人一起用 即時的在上面呈現 即時的在上面呈現 那您可以有幾種方法 一個呢 您用這個標準的 像文字工具一樣的齁 比如說我在這邊 點一下 好你看 下面這邊還有另外一個人進來 有沒有 我們可以同時看到 可以同時看到 這是第一種方法 就是很單純的 我就是把我的問題就放在上面 那當然它換顏色什麼都不利 好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如果老師覺得 您想要畫 那您就從這邊 也沒有塗鴉的 這有塗鴉的 你也可以直接用畫的 也可以用畫的 也可以用畫的 也OK 那這邊 有那個箭頭工具 上面這裡有箭頭工具 你如果覺得 欸 這個我的尾喔 你怎麼把我站走了 你可以用箭頭工具 你跟他講 不然 你先 放開一點 反正這位置都可以互相調 那這些呢 都會即時的反應在上面 都會反應在上面 那所以 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用就比較方便 那右上角 可以看到有誰進來 不過您放心 好了 這邊都是匿名的 都是匿名的 因為 我有發現 同學 事實上 比較喜歡匿名的 呵呵呵 因為這樣子 他比較不怕 有什麼問題 這樣齁 所以這次 跟老師分享一下 待會呢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 您也可以在上面這邊 直接留言 好 不用舉手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會看到 這樣OK 那就麻煩老師 您先試看看 到彎道這邊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先 您在上面這裡 先用反客的方式 進來也可以 你就 我這邊先登出一下好了 這樣 用反客這邊 好 假設你剛剛的 按一下就取得 那如果像我剛剛的 號碼 我有記下來 號碼如果我有記下來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再打進去 好那如果沒有 你就再取得一個 會不反對 只是 你有加入的群組 就不見了齁 那所以在這邊 我就必須要再重新加入一次 好 所以您進來了之後呢 在這裡有沒有 群組 發現裡面的群組 就可以進來 第一個 領進去 按加入就好了 那您進來之後呢 建議您可以 稍微改一下名字 不管您是用反客 還是標準的帳號 右上角這裡 是不是有 剛剛的那個代碼 對不對 好那您可以來這邊 編輯一下個人的資訊 這個 這邊的名稱 只是在OneNote上的顯示 不會更改到您的社群 或FB啊那些齁 這個 那 改完之後呢 您也可以進來這邊 也沒有看到你的代碼 所以代碼有很多地方 您都可以看得到 OK齁 所以這個是 您待會呢 進來之後 我們剛剛的白板在這邊 那講義呢 在這裡 那麼我們真正的資料 在任務裡面 任務裡面 因為你打開之後 就會看到裡面有很多資料 我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 我們就沒有印那麼多給大家 OK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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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是 爹 那 我們 一起 喚 發 arab